今天的時尚開箱王 我們要各位介紹一些輕奢的品牌包款 什麼是輕奢品牌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單品 它的價格上面比較沒有那麼高單位 可以讓一些小資女 或是想要輕鬆入門一些時尚包款 可以輕鬆考慮的品牌 那我們今天有請時尚編輯來為我們介紹 今年有哪些值得注目的輕奢品牌包款呢 歡迎我們的雅天 嗨 中瑤 嗨 大家好 嗨 有沒有看到今天非常多包包 今天就是要介紹一些輕奢的一些品牌 小資女們可以輕鬆入手品牌 那我想先介紹第一款它是 我想大家真的不摸 它真的在我們節目介紹過非常多 它是Majerka他們家Snapshot的包包 那我這次特別介紹它是 因為他們早秋新款有了新的顏色 然後你可以摸摸看 它是非常就是果凍感的那一種 然後它一樣就我快想再介紹它 算是就是很多女孩 就是想要踏入一個時髦界的那種 時髦界就會先入手他們家 那他們一樣就是裡面 還有附贈一個像是化妝包的感覺 對不對 對 所以你裝東西的時候其實你可以變得是說 你不一定要放進去 你可以當成是一個化妝包 然後你可以塞在後面啊 這樣都可以 像我自己可能就是會裝那種小護士 然後他們家當然還是一樣都有附一個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寬杯帶 就是有些女生會喜歡手拿 那我覺得如果你出國很方便的話 你就可以有一個長杯帶 但我覺得很細心就是說他們的後面都有一個 有沒有就是像是這樣子可以放一些卡架 對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多女生就是可以入手的一款包包 對因為這一款包包其實我在街上還蠻常看到這一款 因為它的那個寬的肩帶有好多種選擇跟搭配 那我想問它這個裡面它就是有這種顏色嗎 對它就是每個都會有一個配色這樣 然後它就是這個藍色寶藍色就是配一個像是這樣條紋的小小的化妝包在裡面 再來呢我剛剛有看到一款就是跟我們上一個介紹的 Mar Jacob Size差不多的 它是Tory Bridge的包包 我們要不來稍微介紹一下這一款 我一直蠻喜歡他們家每一季的一些新的風格 那它這次的早秋的概念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點自然優雅溫柔的氛圍 所以它也應用在包款的上面像是這個花繪它是沙漠花獸 會那種感覺就是一點一點縫製上去 然後皮革的部分我覺得也設計得很好 就是說它是防刮紋的 像我們小包對小包我們女生有的時候 有些女生比較care就是鑰匙啊會不會刮到對不對 就是或是你自己出門在背它的時候也是會特別小心 但是這一款就是覺得說它的設計上面也是防刮的材質 相對來講我覺得在使用上也就是可以比較隨性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這款設計它也跨了兩種不同的族群跟風格 它可以是很輕鬆的也可以是很時尚的 那我們有沒有推薦說這款包要怎麼搭配穿著比較好呢 像我覺得它其實有很多搭法 原因是因為它的鏈子可以拿掉就是可以分開嘛 像是很多女生可能要參加一些晚宴啊 或是一些比較正式場合就會這樣子另一個手拿包 那裡面的也很貼心設計是用一個像皮夾的概念 就是你這邊可以放一點零錢 這邊可能就放一些小小的粉餅啊 鏡子啊 或者是一些信用卡之類就可以放在裡面 那背面的部分也有一個夾層在這邊 所以 對對對對 那我覺得啦就是有的時候yoyo卡嘛 直接逼也很快什麼的 所以它算是蠻實用 那如果你要這一條鏈子來做搭配 那我覺得就是像夏天 鞋背搭配都可以 對對對其實洋裝啊或是一些丹寧褲啊 其實都蠻適合的 再來呢我們今天帶來了兩款隆霜的包包 我們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先介紹哪一款呢 我想我們台灣的女性應該對這個包絕對不陌生 因為隆霜最經典的設計 就是它是翻蓋的這個設計嘛 但我想講一下我覺得它這次的設計是很接頭很可愛的 它有結合兩種藝術 所以我們有一個是德國的包浩斯的藝術 再加上Andy Warher他們的普普藝術風格 看起來就會感覺欸還蠻潮還蠻街頭的 而且背起來也很時髦 然後我覺得重要可以看一下雖然是黑白對不對 可是你看它旁邊有加一點螢光綠 螢光黃的部分在一些小細節裡面 所以就是讓黑白的包款不會覺得說好像很 比較無聊 對比較無聊它會有一點亮點在裡面 而且我知道這個品牌其實凱特王妃之前也非常的喜愛 那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款要為各位特別介紹 也是Longstrom很經典的樣子 今天就是除了就是說欸這種比較旅行式的風格嘛 當然還有介紹這個拖特包 其實我會想介紹拖特包我自己其實蠻喜歡拖特包 我自己也很愛 那我覺得我會推薦這一款是我覺得 有一些上班族的女性可能要背筆電啊 或者是一些放文件資料 其實它就很適合而且它是羊皮的非常軟 它是一個真皮的皮革去製作而成 然後再加上前面它這次就不是走滿版了 它是一個有沒有Longstrom的一個Logo 他們的Logo的英文字母在裡面 很輕耶 對很輕 所以我才會推薦 因為你知道就是 你夠輕你才能裝更多東西 那我覺得出國也方便 其實我覺得Longstrom品牌 如果想要走輕舍的路線 但是用小羊皮去製作其實是 還蠻值回票價的一款設計 所以女孩們可以考慮看看 再來我想介紹這個有沒有很可愛 波特包我想介紹兩款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一個的 你看我 喔材質 對它防雨 然後台灣又常下雨有沒有 午後雷陣雨很長 就我們就是介紹很多種不同功能的包包 那我覺得它這次很可愛 就是Luluginitz他們的這個娃娃的系列 有沒有它們是新的 然後取名為Oh Lulu 就喜歡這種比較可愛啊 活潑的感覺的女生們都可以考慮這樣的包 然後再加上他們後面有一個小小的Logo 對然後用燙筋的方式我覺得也是蠻有質感的 然後它裡面也真的超大 它是有一點防塵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夾層 就是可以放非常多東西這樣子 他們家一起來都會走一些比較輕巧啊 可愛活潑的感覺 那我覺得任何女生背 就是我覺得就算是親手女 也可以駕馭的款式包款 講到這品牌就一定要介紹他們家這一個 近期還蠻紅的唇型的包 本來看好像是這樣子 但它其實可以這樣翻開 所以蠻可愛的 然後我覺得親車品牌啊 就是不管是說你要小包大包托特包 當然你還是少不了要有一個後背包 那我覺得在春夏的話 可以嘗試一點比較亮的色系 像我所以我介紹一個白色的色系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特別的是 旁邊還有側拉鏈在這邊 就是我們出國的時候啊 或者是我們現在街上其實很多女生都蠻喜歡 後背包的款式 那如果你在設計上面有一個側拉鏈的話 其實讓你拿東西也好拿 你的方便 對實用度很高 我覺得 這個大小就是小隻女孩背了也不會拐 因為有些大的後背包 我們小隻女生很難駕馭 很像好像包包在背我們一樣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很像就是我們 不是我們在駕馭包 所以我覺得這個size 剛好我們亞洲女性也很適合 比你身高來說的話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嘗試這樣子的包款 然後他們家的皮革也夠軟 也不會說不舒服什麼的 很多女生都可以嘗試給自己不一樣的穿搭 什麼樣的感覺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包款跟品牌 是我相當喜愛 因為他們的品牌給人的印象就是 很大方很優雅 但是又帶了一些年輕的味道 我們來請雅天稍微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有哪兩款 這一個包款之前在近期推出之後 就受到很多時髦女孩的喜愛 因為以logo來講的話 它算是蠻低調的感覺 就不會說是滿版或是什麼的 那我覺得有些女生在考慮搭配上的話 也比較好搭一點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他們家旁邊都會香他們家的這個金鏈 就是或是銀鏈的部分 那這次也把這樣子的比較粗獷的一點 融入在這裡面 我覺得算是有一點鋼龍並濟的那種感覺 這個其實它是可以拆的 所以變成說你可以用手拎的 對 你可以變成是這樣子手拎的感覺 因為它這寬背帶是可以拿起來 那如果你想走 就是今天只想走比較帥心眼的風格 你就可以直接 對 只要是不是很想拿 那個千輩姐有跟我說過 這個時尚開箱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單元 它就會讓我們不小心的就 入坑是不是 對 入坑 我覺得這一款其實是剛看到的時候 非常的吸引我 那像這樣子的包包 你有什麼推薦搭配的方式嗎 因為它是帆布搭配皮革 等於算是有一點異材質拼接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怕搭錯 就是單寧褲然後配色其實都蠻帥性 也不用怕說圖紋不符的感覺 就是都還蠻好看 而且它的包包非常的輕一彎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那種one piece洋裝 就很簡單就這樣 就可以出門了 就出門了對不對 對對對啊 特別喜愛是不是 特別拿手上介紹 對我想介紹是比較相對來講 比較簡約的款式 那它們這一個一圈的以logo 非常經典 也都是會出現在它們的 類似包款的設計上面 那它們的寬背帶是搭有一點民族風的感覺 顏色搭配得好好看喔 就是黃色配一點淡藍色 就是很搭 然後也不高 對對對 讓搭配也還蠻跳的 我覺得它的尺寸比以往又再更小一點 是跟以往的設計又比較不一樣嗎 對它是比較小 雖然小歸小 但是它的底部是寬的 所以你放雨傘有沒有 放一些長袈啊或者是書啊什麼 搞不好連小那種iPad有沒有都可以 mini iPad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它也是考慮到實用性的問題 然後裡面也是有內彈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設計在講求功能的上面也有 考慮到女生們在穿啊 在搭的時候的一些tips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包的搭配很簡單 像現在夏天嘛 那我覺得就是白T褲子啊 或是你要正式一點的場合其實也ok 因為它看起來是蠻優雅的設計的造型 所以也不用怕說穿洋裝或什麼會不好搭 其實我覺得它是因為簡單的配色 然後又是比較低調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ok的 我發現呢就是雅田今天介紹的所有的款式 其實顏色都還算是蠻簡單 就讓我們可以很輕鬆入門搭配 穿搭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有一款它自己剛剛有跟我說 是它的最喜歡的一款包 我們來特別介紹一下 對我跟妳講我真的超喜歡他們家的牌子 我跟妳講我終於可以在台灣買得到 因為它是那個artifacts 就是一個精品的選物店 對就是它會帶一些國外的品牌 然後譬如說是一點就是那個小眾品牌 然後會帶進台灣來 它這次出一個這一款 我想特別介紹是說夏天嘛 很多女生會喜歡去度假啊 或者是海邊 它有一點騰邊的那種材質的感覺 所以讓度假的時候其實背它也很適合 我覺得妳今天的打扮就非常的適合 我超喜歡這一個 而且我跟你說它這個是妳知道 就是妳知道它是這樣吸的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金扣對不對 然後它就可以搭這個 你知道它有附一個長背帶 所以妳知道旅行的時候 然後妳穿一個長裝 背著就真的很浪漫 然後再戴一個草帽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想趕快出國度假 看到它就會想趕快出國度假 這個真的還蠻新的 這一款跟這款顏色 都是我們這個年紀左右 都很新鮮 它底部又有做這種小小的 就是撐住的 所以不會直接磨地板 對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是很可愛的 如果妳一定會把這塊錢 一定會有人做到 那邊的小小小小小 а你這樣擲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這個